近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宣布消息称 中国最新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将在2018年初进行首飞 并首次实现全球同类型卫星发射的一件六星 快舟11号采用的是新一代世界最先进的运输发射车 最大载荷80吨 机动能力和运输能力都稳居世界第一 航天专家称快舟11号拥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环境适应能力 能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展开发射 在紧急情况下从准备到发射只需用时两个小时 而传统火箭的发射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进行燃料加注运输起数 发射准备工作 快舟11号的优势无疑非常巨大 此外快舟11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一件六星 是在六个不同轨道释放六颗卫星 技术难度更高 完全不是印度的一件104星 一股脑释放大量低端卫星可以比的 快舟11号的发射成本相当低廉 发射一颗卫星只需要不到一万美元的价格 航天专家表示 中国卫星发射的白菜价 必然改变全球商业发射的版图 快舟11号发射成本之所以非常低 是因为采用了类似弹道导弹的发射技术 最大特点就是无一托发射 在战时如果敌方将中国的卫星击毁 我国火箭部队也能迅速发射备份卫星进行补网 此外据可靠消息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还在研发了一次 美国零鹰九号的可回收海上发射火箭 预计到明年就能研制成功 最近在国外社交媒体上 曝光了俄军航母上还有喵舰上 有人说这是军机涣散的一种表现 事实真的如此呢 动物上舰难道有何妙用不成 微信关注军民权 回复航母猫为您揭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